嘿千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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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是想要去哪 你是想要去哪 你怎麼賣掉呢 喔 你們很瘋耶 你 Guard 有笑嗎 又笑他 哭什麼 阿 你是不能做錢了 我覺得演藝圈要有這種 這麼 這樣的感情 你們到底什麼原因 你們會變成好朋友 是什麼原因 其實合作 應該說我們那些都是同他們在比賽嘛 我們都會入特輯 然後大家都他比較辛苦啦 他們都要為小流球來到台北 所以我們都為了節省一些 住宿的費用 我們都會睡在一起 有沒有 睡在一起 怎麼睡在一起走 閃閃閃閃 不知你今天看這個婦主 聽人家住別人 你竟然說我們兩個困錯會 我們困錯也不會發生什麼事 這樣啊 這新聞下來 我的心情會破壞了 不然人家都說我們演藝會這麼亂 對啊 很亂 你看看 住房間飯店 大家會住在一起 所以相處的時間多 第一印象對她 所以孟賢的印象最深刻就是 我們常常在外場遇到活動上 然後孟賢平常是 他下午的時候都點點 我的下午的時候 就不要 你那我來想點點 有子儀 有子儀的那種 不是 他真的 他台下午的時候 不然 剛才是三人都點點 是 結果他一上去 馬上一上去之後就 大家好 好 馬上去之後 居水 居水 他馬上 超多 他馬上 他馬上 從直的變歪的 然後 起立的歪 我剛剛提到舞台上風修頭 崔姐歪了 不好意思 我先確定一下 旁邊這位是翁鈺君嗎 你是我認識的翁鈺君嗎 沒有 好跟我跟你講 他只是在學他 因為太強跟他在外場看到而已 所以不學很難 因為他的魅力太強了 是喔 然後一上去就馬上就是歪一邊 什麼 像這個舞蹈動作我都可以指導 是是是 唱歌我就沒辦法了 因為我是 紅人榜裡面 比三次 三次都沒過關 那個 不會各有所長 但我很好奇 我想問一下我的朋友們 他們覺得我唱歌如何 真的 平常不敢講嘛 趁這時候聽一下 先問一下 美冷的好了 美冷的 唱歌喔 對啊 唱歌 天才啊 什麼意思 之前在超級總會 在紅人榜的特輯 對 美之前我們就是很常在 主動歌曲都說大作會嘛 其實有一陣子 如果他接到特輯任務 他都會非常苦惱 所以其實我們都有目共睹他 就是很辛苦的那些陣子 就是太誇張 太不出來 想點字 想不出來 不就是 練舞 可能我們前一天晚上要彩排 會前一天跟練舞而已 夾前一天要彩排 後天要錄影 我們每個人就是忙起來練 莫菁哥也非常辛苦 菲菲一堆說那麼多 他也沒說我唱歌 哪裡好聽 好聽 叫你話給他 沒有 所以我是跳舞跳得好 不是唱歌唱得好 這樣 這就要問我 這就要問我喬安老師啊 我是感覺 說錯 我是感覺他就是 好好的主持 好好的 要唱歌就 你今天掛呼主的人 跟我說要唱鼻 說話要吐鼻喔 沒有 所以台北橋下都沒有 現在遊民就是 因為他都在練舞跳舞 唱歌 是嚇到嗎 你說嚇跑了 因為之前剛來比賽 我沒有資源嘛 也沒有朋友 要練舞耶 不知道去哪裡練 那時候我是租在那個 背包客旅館 五六個人一間 睡小隔那一種 然後我沒有地方練舞 我就去台北橋一個橋 橋下 我就在那裡練 然後練到 那裡有遊民跟我講走 太差了 不是你看遊民耶 豪哥你不要懷疑 我說的是真的屬實 他先說是我主持紅人榜 這樣十年的時間裡面看過 就是 什麼參賽 就是呢 如果套一句話叫做 沒人比比較衰 就是因為紅人榜 他就是以歌藝為主 如果今天 單純要比歌藝 他是輸定的 這是必須要 就是 做豪哥敢講 豪哥 你現在來我們的節目 你也會好好地學一下嗎 我不會說完 好 就是單純比歌藝 他是輸定的 如果又要比外型 那 真的就輸定了 但是偏偏 沒有一台好了 沒有 但是 但是紅人榜偏偏是看整體的 為什麼 我們看這一個人散發出來的 明星特質 美麗 跟他的創意 他都是完完全全的具備 而且最讓我感動就是說 雖然他的比賽運不好 他可以用很多其他的才藝 來博得評審 對他的眼光 這是不是更重要 是 所以演技圈不是誰比誰紅 而是比誰紅的九 就是陳夢玄 沒錯耶 對不對 真的很努力 然後很有才華 這個美麟跟喬安 你們比賽後 會繼續聯絡嗎 還是比賽的時候才會聯絡 喬安姐跟孟玄哥 都跟我一起去KTV 一起去玩 就那一次 鬧出一個非常恆大的笑話 結果那影片是不敢對外投 今天來到阿傑萬歲 我媽特地 給製作單位的影片 真的 等一下有經過我的同意嗎 有嗎 有一個影片 超好笑的 你在幹嘛 喔 你們很瘋耶 妳們有笑嗎 有笑嗎 有這個喔 請安姐姐是我們的主角 妳有經過我的同意嗎 請安姐說了 這個事實就告訴我們 我們出去的行為都要很小心 對 而且每個人都有手機 對 它就是錄下來 幸好這個只是對不對 心情不好看 心情的變好耶 真的 真的是滿可愛的 你們到底的時候 你們也有變一齣什麼人塞嗎 我唱KTV的時候 唱KTV的時候 因為當唱正常的歌就沒玩了 是 對 比幾比幾 沒有人看看 好啊 你要塞頭塞尾什麼 你塞頭 我塞頭的嗎 好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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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了 我家你做一個塞頭 你沒有不開心耶 我... 我... 我看你那邊找一根筋耶 對 親愛我 我們這個補警把我們海握 歪掉了 你今天通告費夠給嗎 謝謝 謝謝 這樣怎麼做人 你看頭前 你是要去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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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會不會弄 那邊 陸在那邊 那邊 你每天都在 來 你每天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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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 你每天都在 可莉姐 他那個畫面有沒有很像 我們去主持婚禮 是 他那個 對 就衝出來在那邊表演 林町安就是那個琪 我才要說而已 真的耶 我剛才還要把我當作的劑 你知道嗎 在想你嗎 你們真的是很單純 這樣子 這樣子你們就可以很快樂了 這已經就是很單純的人 因為平常在電視上不能這樣玩 對 所以看得出來 你們平常壓力都很搭 那時候 偶爾特輯我才會回來紅人榜錄影 所以久久一次 好像突然 突然請客 很奇怪 對啊 有 有一次他有請我 就是我進棚 然後他說 豪哥,咖啡 新茶客 對,人家 新茶客 我就趕快跟我經紀人講說 春莫先生今天頭上去請到了 然後我經紀人就說 不是啦 那個是他的粉絲送一桶來 粉絲送的 他又怕浪費 怕浪費 所以請你報銷 最起碼 拿去吃到這場太多 是 有些 先想到你啊 謝謝喔 對不對 還是有想到你 有啦 這樣我就開心了啦 有啦 你就沒有跟他們一起作秀嗎 沒有 你只有紅人榜跟他在一起 對,我沒有經歷他們剛剛講的 那個主動的這個階段 這群裡面最像個人的 最像個人的 真的 那你跟他一起參加紅人榜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比較好玩有趣的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我們都扭 我們曾經有一次扭在一起 扭在一起 你要確定耶,然後有 我跟你講,就是唯一一次外場 因為我們就是各自唱完嘛 然後就各自離開 然後有一次呢 我們就是在嘉義 然後那一場剛好可以同台 我們就合唱愛情很失敗 我去都 盡量起床嘛 盡量起床 盡量 你就不做你自己就好了 很難講的 是因為我嘟到他沒辦法 因為他魅力太強了 然後我本來唱歌唱好好喔 他就開始扭了 然後尖奏開始扭 就扭,就往我身上扭 你知道我本來這樣直直的 你不跟他扭 就我變得很尷尬 因為你不扭 你就自己跟鋼管 鋼管 對 你一定要看得到 我就會被他扭 所以就怪怪的 所以我就只好跟他一起扭 我從那一次之後 我就回去反省自己 我就想說 反省自己 我想說他還在剛才唱這張的 唱這張的 我這張的是要做嗎 我那想說 比他比較強 對,有顆粒 對 要多回去練習啦 是是是 所以你也是可以 激發人家潛能的啊 不是,我扮演小丑的角色 這樣開始在襯托他的氣質啊 他也粉 粉絲的愛有起床嘛 我剛剛扭扭扭 他就 阿芳啊 很可愛 粉絲就會喜歡嗎 啊,宇君好可愛 對,你是故意製造那種反差 對啊 所以你看他都不知道 原來是我重計了 你今天就要跟他講啊 對啊 我重計了 就是孟閒這個問題 重計了 我覺得演藝圈要有這種 這麼這樣的感情 很難的 因為我們都知道 我們都有參與到他的過程 對 他也都知道說 他真的很辛苦 對 你哭什麼 那你是沒辦法足跡啊 哈哈哈 你的妝都化 妝都化了 抱歉啊 連天我家都比較小 給你睡著了 你連天不要再去外來三口 對啊 我覺得你們要好好珍惜 真的有這種革命情感 共患難的這種 這段時間 很難的啦 其實因為 其實你說每個人 在生活當中 本來都會遇到一些 你覺得你不開心的事情 我本來也會很糾結 而且糾結到晚上都睡不著 都在想說我要怎麼去反駁他 可是後來我看到一句話 我頓時就醒了 他說你跟一群豬 在豬圈裡面打滾 就算你跟他們打贏了 你也是一生的爛泥 哦 何必呢 你就離開那個圈子就好了 你不要跟他們一起在那邊 隔啊 隔 就好啦 每個人都有說話的自由嘛 對不對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看法 當然不見得每個人都認同你 或肯定你 但那一點都不重要 你只要做好你當下 你該做的就好了 把自己的光放到最大 那以至於誰能夠 被你的光照亮到 那都是每一個人的緣分 所以不重要 好嗎 你熬蜜蜜 蜜蜜蜜 甘聞 甘聞數字也開始了